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嘛要去做检测啊 去 啊 你看他那镜头可爱死了 我什么都不用说 只要跟他说去哪里就可以了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最好玩的 你要什么他都答应 要不要吃冰淇淋 要 去不去看电影 去 要不要爱我一辈子 要 赏死给他打个90分 他呢 就需要费一点工夫去解释什么是爱滋病 在同志人群中 HIV的感染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希望同志人群更多地关注自己 其实他不知道也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他一直很少接触这方面的知识 我耐心一点就是 因为一个人感染了HIV 在很长的时间是没有症状的 如果他不去检测 就会耽误他治疗的机会 可是跟他在一起 感觉好过瘾哦 好像我在当老师哦 你懂不懂什么是窗口期啊 不懂 你知道怎么预防艾滋病吗 不知道 想给我一万块吗 不想 他几乎十全师妹 就是不够笨 给他打个70分吧 跟这个人说检测 从早说到完 木头都开花了 他就两个字不去 其实我在想 他为什么这么固执 简直是有病 等等 我不是说他有艾滋病 我是说他可能有恐惧 疑虑 自大 自卑 孤僻之类的心理问题 一定有些朋友 不愿意去政府机关的 进行部门去做检测 那么他们如果愿意呢 可以到我们这来 做一个健康的快捷 只需要三十分钟 就可以完成 现在的检测渠道五花八门 很多同志酒吧 和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都有这样的服务 太了不起了 我们的服务是一对一的 这样谈起话来 是可以更自由一些 保密是我们的一项 重要原则 这下你清楚了 我们去做检测吧 我考虑一下 以后再说吧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以后一定会被 憋死 折磨死 气死 好了好了 我已经教给您 怎么选一个如意浪君 但我再跟你说一句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各青团自选人民代表 提醒大家 安全不能 看运气 健康必须靠自己 是人 是鬼 是人妖 我也是 跳 跳 啊 啊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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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